這次要講的是 ElementDiff擴充程式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是什麼樣的效果 在這裡 你只要點一下它 它就會播那個動畫給你看 首先我們要先把這個擴充程式裝起來 在這個網址 可以看到這個code 我們把這個網址把它複製起來 到Stable Diffusion這裡 找到Extensions 選擇Install from URL 在這裡按滑鼠右鍵把它貼上 按Install 它跟你講說已經安裝完成了 所以就選到 這個install的這邊 選擇Apply and Restart UI 好那這樣就安裝完成了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個 AnimateDiff這個功能 把它打開來就可以看到了 它裡面有一些它用到的模型 這兩個模組我們要自己去下載才可以 好那我們先捲到上面來 我們切到這個網頁 這邊有講到 我們現在那個擴充程式已經裝好了 接下來要下載那個模組 我從Google Drive裡面下載好了 把它點下去 有這兩個 然後我們把它下載 好我們就等 等待它下載完 然後在下載的過程中 那我們順便看一下這個 剛剛那個說明 剛剛那個說明 這兩個下載完以後 我們就要把它放在 對應的資料夾裡面 在 Extensions下面的那個 ElementDiff的Model下面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看下面有一些FAQ的部分 它這邊有講到說 會需要多少個顯存 它是 預設是用12GB 的顯存 所以如果你 顯存不夠的話 可能沒辦法使用這個 雖然在這裡啦 它這邊有一個選項 它說如果你是比較低顯存的 你可以把它 這個 module去把它放到CPU 但是因為我剛好滿足了這個 顯存的需求啊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測試了 可能各位要自己試看看 然後這邊還沒有下載完 等它下載完我再來用 好 終於下載好了 那我們現在 到那個 擴充程式Extensions裡面 去找到剛剛新裝的那一個 這個資料夾 去找到Model 在這裡呢 把剛剛那個把它貼上去 好這兩個就貼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實際應用看看了 首先我們用的 Checkpoint的模型是 Magic Mix Realistic 這一個 然後 我這個 VAE是用Automatic的 那各位 那你可以去選擇這個 我用它用自動的 Prompt的話 我剛剛測了 我用的是這個Prompt 那各位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 這邊要注意一個就是 Sampling Method 你如果選其他的 它的動畫不會是連續的 會中間會跳掉 我剛剛測了好幾個 我覺得DDIM這個做出來的比較好看 寬度跟高度呢 我都設成512512 太大可能會有問題 就是可能算到顯存會爆掉 所以我就設512x512 然後C的話呢 把它做成乱數 AfterDetailer這個部分呢 我把它打開來 這樣算出來的臉比較漂亮 然後Detection呢 我把它設成0.8 這樣子 好 再來就是enimate.diff的部分 這部分呢 你要先把它給 enable 這個 是有兩個模型嗎 我發現用V15的模型呢 會產生浮水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到官方去查 他也沒講到說為什麼會這樣 可是我發現V14的話就不會 所以我就選這個 這樣下面才不會產生一個浮水印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當然可以把它設成V15來自己跑跑看 你就知道了 好 那再來就是 這下面的設定是這樣子的 總共有16個影格 這裡的話 就是每秒有8個影格 預設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希望 做影片長一點的話 它最多是到24格 也就是說總共是8 3243秒鐘 然後我是16 2秒鐘的一個 GIF動畫 這裡呢 就是設成0的話 它就是這個動畫 會不斷的重複播放 如果你的顯存比較低的話 你就選擇這個按鈕 這樣子 那我目前 我剛試過啦 我的是12級 所以可以跑 大概就這樣設定 接下來就按下產生 那 常常會出現這個Runtime Error 遇到這種情形的話 就 把這個關掉 再重新進去一次就可以了 這個常常發生 我看 官方的討論也有很多人 把這個 issue呢 寫出來 但是官方還沒有解決 所以 我們就只好把它關掉 再重新進去一次就可以了 這樣 好了已經進去了 然後我們就按下 產生 好開始了 這一段時間其實還蠻久的 好 好了 我們來看結果怎麼樣 在這裡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檔案 給它抓下來 在這裡 它會在output的tap to image裡面 有這個 這是我 這次做出來的效果 當然這裡面還有我剛剛測試的那種效果 所以各位可以玩玩看 這個還蠻好玩的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希望大家幫我 點讚、訂閱、分享 及開啟小鈴鐺 謝謝